世界圣公消息 重新开始 阿道夫蒙泰罗住在东地温的科多村 他是星期日教会的热心教友 但是当传教士马里欧·科斯塔 来到他的村庄并拜访他的家时 他的生命出现了变化 复林教会差遣这名传教士到村里 与村民交朋友 有一天 他向阿道夫展示圣经所写的 真正的敬拜日是安息日 而不是星期日 阿道夫意识到这个道理 与他教会所教导的有很大的差异 于是他开始更深入地研究圣经 并花更多的时间为此事祷告 他向上帝祷告说 主啊 哪个道理更好 是旧的道理还是新的道理 然而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两条路 一条旧路和一条新路 接着他听到一个声音说 走新路 阿道夫觉得这个梦很真实 因此那天他请马里欧和他一起研读圣经 他很快就受洗了 并开始教导其他人认识上帝 他也带领了许多人受洗 然而他妻子的兄弟 也就是他旧教会的领袖 要求他放弃新的信仰 但阿道夫的妻子说 他会遵守圣经的教导 不会放弃他们已做出的决定 这对夫妇一直承受着来自家族成员的巨大压力 但他们在主里坚定地向前进 请为柯多村的父林信徒祷告 让他们与周围的村庄分享福音 另外也请为东地问唯一的父林教会学校祷告 他会在首都地利 在本季我们的捐款将送到那里 帮助他们建造宿舍 好让住在偏远村庄的孩子们可以放心上学 让我们慷慨奉献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